中国之声再次汇聚世界目光 生活垃圾分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为了让垃圾分类成为生活新时尚 上海为全国做了怎样的示范 女孩买18件衣服旅游拍照后 在退货一试上了热搜 从钻法规控制到遭遇网络暴力 引发了我们怎样的思考 从照明到能源 从医药到通信 光以其百变的形态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辩解 但你知道光也有属于自己的节日吗 树立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欢迎收看今天卫视新闻杂志节目 今晚我是林爽 今天是2019年5月15号星期三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与我们保持互动 节目开始一起来收听一下 经春入夏 中国主场外交好戏联台精彩分成 继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9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之后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又在今天隆重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对当前国际形势做出最新的判断 文明是多彩平等包容的 五年前的春天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发表演讲 向世界深刻阐述中国的文明观 勾勒出各国文明兼容并序 和谐共生的美好蓝图 在漫长历史长河中 亚洲众多璀璨绚丽的古老文明 交相辉映相得一张 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 仍十分突出 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 至此身回开幕之际 让我们通过下面的这个视频 共同聆听 习声回响 由于更为放松表现 我们下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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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载了 对 我们下载了 我们下载了 해쌀 文明 我们下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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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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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牛车水是现代购物中心 各社小贩和百年老店批邻而居 第三站——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唐人街 雅加达唐人街位于城市的北面 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街上的华人面孔并不占多数 董类繁多的中国商品提醒着你这里唐人街的身份 再到日本横滨的中华街 这里具有140年历史的华人居住区 属于俗称的唐人街 同时是日本最大的唐人街 仅中国餐馆就有200多家 韩国仁川唐人街于1883年仁川港开埔 过去大部分是销售中国进口商品的商店 但现在几乎都是中国饭店 第六站——越南胡志明市低岸 低岸是胡志明市最古老的街区 也是越南著名的唐人街 胡志明市的华人约有50万 几乎都住在低岸地区 祖籍以广东 广西和云南为主 粤语方言就成了这片华人区通用的语言 马来西亚吉隆坡唐人街 又名瓷场街 是吉隆坡市内最富有华人气息的一片老城 它也是游客必到的观光点 瓷场街一带有很多很有名的餐馆 售卖福建炒面 烧鱼 乐沙及咖喱面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唐人街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穷游族到法 一处迷你唐人街在街道上开始出现 如今这些街道上遍布汉语招牌的中餐馆 宾馆商店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标志上 六半互动的花瓣状图形 象征亚洲文明的绚丽多彩 也寓意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 那这些亚洲的冷知识您都知道几个呢 首先第一条 555在我们中国是网络语言中代表哭泣的意思 而在泰国却是截然相反代表大笑 因为在泰语中数字5的发音和哈很像 那555就变成哈哈哈哈了 那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属兔的朋友 要告诉您一个冷知识 在越南呢你就变成是属猫了 越南十二生肖当中有猫年没有兔年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国十二生肖传入越南的时候 毛兔的毛与汉语猫的读音相似 结果就被误读成猫年 而另一种说法呢是当时越南还没有兔这种动物 就用猫来代替了 再来说一条冷到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的冷知识 日本其实是没有法律意义上的首都的 日本的首都是东京 其实呢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 1956年在日本首都圈整备法中 仅规定东京等地为首都圈 并没有确立东京为首都 看电影还有中场休息 这事呢就发生在印度 说到亚洲电影的代表 印度的宝莱坞必须拥有姓名 那但是呢这电影好看是归好看 却让人引不住要吐槽 实在是太长了 两个半小时以上那基本是标配 所以通常在印度看一场电影 中间会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 还有日本豆腐 其实呢不是豆腐 安联球迪拜的ATM 可以直接取黄金等等冷知识 您现在呢就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公众平台 发现更多的精彩 换个话题 我们接着搜天下 来聊聊环保 节约水电等能源 节约原生资源 减少土地和空气污染 降低重金属污染 腾出空余土地 可以通过一种方法 同时做到吗 答案是可以 而且每个人在家就能完成 那就是生活垃圾分类 在推广垃圾分类这个方面呢 上海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不仅是一线大都市 也是长江入海口 做好垃圾分类的示范工作 至关重要 干垃圾 湿垃圾 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 为了让居民更好地学习垃圾分类 让垃圾分类成为生活新风尚 上海推出了不少的妙招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2号 101 这个智能捞机箱房呢 就是通过我们后台 把我们每副居民家的信息输入进去 门牌号 4号 然后呢就是到了这里以后 只要按门牌号 4号确认 那么它会自动打开 还有一个呢 它就是语音输入 就是我可以用普通话 也可以用上海话 它也能打开 然后我们提醒居民 就是脱袋头放 那么袋子呢 放在空的垃圾图里面 那么这样呢 就完成了一个 就是垃圾 湿垃圾的一个头发 然后呢 它那个绿色丈夫呢 也会自动地上传 不可培 黑色代表 干垃圾 上面有图案和文字 标示 梅花 原来是黑色的梅花 我们改制成 特种的棕色 是上海的厨艺果皮 就是湿垃圾的一种 颜色棕色 上面有图案 和名字 及吃垃圾的文字 让居民预教遇落 还有一种 在上海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上海市垃圾管理条例 对个人 对单位 如何罚款 引导居民 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上面就有详细的说明 让居民 在预测的当中 学习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懂得 垃圾如何进行生物类 生活垃圾分类 可以推动一个地区的 生态文明建设 也可以很大程度地 反映该地区的 精神文明水平 那从5月1号起 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 已经正式实行了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目前长春市 在居民小区试点内 已经配套了 四分类垃圾收集车 62台 四分类收集桶 3092个 公共机构试点 已经累计投放 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桶 4.26万个 您居住小区里的垃圾桶 是否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在南关区 红城街道的 红管小区 49组 两位一体智能分类垃圾桶 和两组 六位一体智能分类垃圾桶 已经是设置一段时间了 那在小区内 垃圾桶设置位置明显 标志清晰可见 在实际生活中 居民只需将垃圾 按照标准分类 放到正确的 分类垃圾桶里 通过发放的 智能磁卡扫码 开箱投垃圾 就获得相应的积分 当积分达到 一定数目之后 可以到信息平台中心 兑换相应礼品 通过一段时间的 试运行及 宣传部门的大力配合 目前的该小区 垃圾分类的知晓率 已经达到80%以上 垃圾分类正确率 达到50%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已经不再是一句 简单的口号了 需要我们用 切实的行动 来共同努力 不只是在城市里 今年来呢 吉林省积极推进 农村环境整治 针对垃圾的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 做了大量尝试 为了天空中 那一抹罪人的吉林兰 还在近期 制定并下发 吉林省揭杆 浸烧激励赞行办法 那么 浸烧后如何处理 大量的揭杆呢 吉林双粮的老乡啊 有心招 这些天呢 在吉林省双粮市 双山镇双营稻草 加工专业合作社内 抓草机 炸草机和烘干机 伴随 阵阵呼鸣声势忙个不停 工人们呢 正忙着把成型的 稻草接杆草砖 送到大货车上 这些稻草接杆草砖 将会被运往大连 在经一系列的 加工制作之后 出口到日本 可以作为牛的粗纤维饲料 让稻草接杆 便废为宝 像绿色要动力 像生态要效益 让城乡更加宜居 让生态 普惠民生 这样的绿美吉林 怎能不爱 那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吉林不但有山水之大美 更有人情之大爱 拦截小偷被刺伤的快递小哥 自发捐款的小区业主 这些暖心的事正在长春 这个温暖城市中上演 5月8号长春的快递员苏维扬 在一小区内骑车拦截小偷时 被小偷刺伤后送医救治 手术后苏维扬从ICU回到浦东病房 并恢复意识 10号小区业主自发捐款 业主代表带着手批一万多元膳款 到医院慰问苏维扬 从8号大哥就是中院之后 我手里有五个区左右吧 两天都人 获得大家捐款 今天上午有一批 微不及一万八千五百六 部分业主代表已经送过去了 我们今天五点半到七点 还有一批业主捐款 也给大哥送过去 就是马大哥人特别好 为CQ送快递的那种 都是非常图实 非常就是为大家着想 因为本身我们都是做了这个末端开送的 都知道这里边的辛苦和不如意 然后在此机会呢 也是期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安心 让这个收藏的快递小哥早日康复 这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上热搜的年代 这不 女孩一次买18件衣服 旅游拍照之后再退货 迅速登上了热搜榜 我们的节目呢 在之前也关注过此事 带您回顾一下 事情呢 发生在浙江杭州 一女子啊 在一家网店购买了总价为 4600多元的18件衣服 签收几天后 表示要退货 卖家就加了她的微信进一步沟通 却没想到发现 买家是穿着这些衣服去旅游了 还在朋友圈晒出了照片 于是一气之下 就联系了媒体来报道这件事 原本呢 只是卖家和买家 私下协商的一件小事 公开程度也仅限于一个对话框 当卖家看到买家在朋友圈 晒自家衣服的旅拍照片时 联想到买家要求退货时 说不喜欢 认谁啊 估计也气不过 想着通过网络曝光的形式 让公众评评理 也是可以理解的 的确 旅游试穿肯定是不对的 是用保护消费者的 七天无旅游退货条款 来钻空子了 不过呢 这次热搜事件 更值得探讨和反思的意义在于 事后舆论对买家的 不放过和不原谅 事件的发酵至今 买家已经遭遇到网络暴力 其个人信息被曝光 辱骂威胁的电话和短信不断 甚至呢 已经有人找到其住处敲门 他不得不掰断电话卡 请假躲在家里 不敢出门 甚至在他的道歉声明中出现了 希望让我有一条活路的字样 这样的重罚是没必要的 过分的 甚至是违法的 当我们愿意去倾听多方的声音 愿意去设身处地地 思考更多的小细节 其实我们会发现 好多的所谓网络奇葩 其实就是我们的身边事 身边人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 旗帜鲜明地反对 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 进行的网络暴力 不仅因为它是法外开法 还因为它本身 就已经走向了正义的对立面 好 我们先说到这儿 进入资讯时间 一起来360度 秒读天下 近日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 历史两年精心创作的 工业题材广播连续剧 《大国工匠》制作完成 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之声》 记录中国节目中播出 该剧以一批 吉林本土的技术工人为原型 展示他们身上 精于工 降于心 品于行的工匠精神 同时也展现 中国制造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 走向世界的光辉里程 维系五天的第四届私博会 今天在西安闭幕 本届私博会 吸引了69个国家和地区的 政府团 企业团 商协会 参展商参展 国内23个省区式参展 展销展示各类特色产品 两万多种 我省作为主编省 协42家企业参展 吉林大米 汽车 商用航天等产品 备受观众青睐 展会期间 我省还通过大型原创物剧 《人参》 进行了旅游品牌推介 通过主办吉陕协作 创新发展经贸交流会 吉陕双方 共签订八个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九个合作项目 签约额77.4亿元 为维护轨道交通运营秩序 北京市交通委制定 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 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实施意见 并于今天起正式发布实施 意见将逃费 站坐 列车上进食 推销营销 大声播放视频音乐等 列入不文明乘车行为 对不文明乘车行为 劝阻制止不听的 将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 体育方面 在昨晚举行的 2019瑞士女排精英赛中 中国女排以3比2战胜德国队 比赛开始后 中国女排以25比21和25比9连下两成 随后德国队连赢两局 将打比分颁平 关键的第五局 中国队顶住压力以15比9总比分3比2拿下比赛 上个月15号 法国巴黎圣母院突发火灾 到今天 这场打火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近日法国官方 允许媒体进入到巴黎圣母院内部进行拍摄 人们也得以比较全面地看到 火灾后巴黎圣母院目前内部的景象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目前巴黎圣母院建筑内仍有人员 在对现场进行清理 教堂内部的条凳座椅被烧毁 不过所幸 教堂内巨大的彩色玻璃花窗得以保存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推广垃圾分类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保护地球环境 其实我们赖以生存的煤炭等能源 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光能却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环保目标 明天我们即将迎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国际光日 想知道普通却不可或缺的光 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人类的好帮手的吗 走进今天的光阴寻找答案 你能想象没有电的生活吗 据联合国统计 全球每五个人当中 就用一个人缺乏电力供应 没有电力 学生必须在天黑之前 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 商店餐馆等经营活动 在太阳落山后也无法进行 似乎这一切都可以等到太阳再次升起 但新生命的降生 有时却等不及天亮 在发展中国家 每天都有很多妇女 在黑暗的环境下分裂 一些产科手术 不得不在缺乏电力的条件下进行 导致产妇丧生 因而夭折的风险加剧 怎样在黑暗中守护小生命安全降生呢 2015年9月14日 联合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资助大奖 首届颁奖礼在纽约举行 联合国将这一奖项颁发给非营利机构 《我们关心太阳能》 以表彰其为非洲 南亚 及其他偏远地区的产房和急诊室 提供可靠电力来源的贡献 尼利亚北部 一家医院的手术室终于在夜间明亮起来 医务人员在也不用担心 因为电力不足而中断手术 而这一切要归功于我们关心太阳能的创始人 劳拉斯达切尔和丈夫 他们设计的电邪式太阳能发电手提箱 是一个轻便又经济实惠的太阳能储存器 里面囊括了产科手术照明 移动电话 胎儿心率监测器等基本医疗设备 能够保障手术所需等电力 这个手提箱的问世 结束了大量贫困地区的诊所 只能使用煤油灯进行手术的历史 帮助纳尼的产妇顺利生产 大大降低了非洲地区新生儿的死亡率 让越来越多的母亲与孩子看到生命的曙光 从手提箱里小小的电池板到绵延几十公里的光伏电站 太阳能发电技术正在逐步成熟 太阳能最初是怎样被利用的 人类利用太阳能的历史十分久远 可是直接收集太阳能来提供动力 还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 1866年 法国数学老师奥古斯丁·伯纳德·摩夏 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抛物面太阳能收集器 用于收集太阳能 并将其热量专化为蒸汽机的动力 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欧洲 煤炭燃料非常充足且价格低廉 太阳能发动机迅速被人们遗忘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全球能源危机和大气污染日益加深 全世界才把目光再次投向太阳能 近年来 联合国的很多机构都致力于太阳能的推广和使用 大力支持太阳能灌溉系统和太阳能发电厂建设 如今太阳能不仅点亮了 经济前发达地区的产房和急诊室 也点亮了全球的能源之光 点亮每个人的美好未来 如果白天注定有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聆听亚洲和声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节目的最后 带您听遍十种亚洲的古老乐器 在悠悠的乐曲中 带您感受亚洲和声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今晚有您的陪伴 朋友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